各位,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個健康話題 足底筋膜炎和筋膜盜選,兩者是有區別的 以下這套短片我分開六個環節 是根據我在網上搜集超過三百個小時的資料 和其餘的醫師、醫生、物理治療師分享得到的心得 希望在這方面可以幫助到大家 重化醫治好你的病情 這段短片大概分六個干擾 第一就是當你發覺你有這個病痛的時候 感覺到腳踭痛 你首要在這個急救學上式就是要用冰敷 那什麼時候冰敷、什麼時候裂敷呢 這個會在第一個環節討論 第二就是我們當作為冰敷、裂敷 都覺得依然這個病患不能根治 反之可能有時還會惡化 我們就要求醫 那麼我們求醫很多時候會轉嫁做物理治療 那麼我們也會和大家講一下 有些什麼方法是撲合到大家 醫治這個疾病的 第三,我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做物理治療之外 我們是可以用一些較為安全 低風險的按摩穴位方法 只要大家持之以恨 是有一定顯著的成果 而且是不需要花取任何分文 但是大家只要付出相當的時間 堅持去做 第四,提到腳底甘膜炎 或者因為甘膜勞損而感到腳踭痛 那麼我們是可以具備有一些適當的下展 或者波霞 是令到我們舒緩到這種痛楚的 那麼在這方面我會詳細介紹 第五,當我們的病患已經進入了一個初步的康復期 大家應該要留意些什麼事項 和可以留些什麼的大洋運動 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化去治治這個疾病 在這方面會作出一年前講解 第六,我是會講解 在中醫角度上 特別當你還留這個甘膜炎 或者是甘膜勞損 可能是跟那個腎氣有關 那就是 江經、腎經 裡面有些東西不協調 影響到我們的身體狀況 那麼我也會介紹一些 比較普及的中藥湯水 藥鮮 給大家參考 希望可以在這方面 因為腎煮骨 肝煮筋 在這方面 可以補到大家的筋骨 強載了筋骨 希望可以 縮減到 這段短片相關的參考資料 可以縮減到大家 醫治 這個環疾 的療程 希望可以 快點 出道 比方如果是脫裂 可以減少到 四個月或者五個月 希望可以縮減到一半 或者一半以上的時間 好 大家 你好 大家好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一個病 足底筋膜炎 這個病 我相信都困擾到不少的朋友 還有這個病的療程 可能會去到三個月半年 一年甚至乎兩年 是會影響到人的正常生活 所謂足底筋膜炎 就是那個筋膜發炎 那個病症基本上 就是說 當我們睡醒 落地那一刻 那個腳踏沒有感覺到 刺痛 好像被針刺的感覺 還有呢 一般呢 就會 隨著這個 會有一些病症 就是 紅熱腫脹 這樣 如果你有些病症 那你就發覺 走路的時候 走路十分鐘至十分鐘 某個程度舒緩了 大多數呢 醫生的診斷都會說 這個是足底筋膜炎 這樣 足底筋膜炎 另外呢 我覺得呢 就是一個相近的病症 就是 甘膜濃損 我現在這個症狀呢 就是屬於 甘膜濃損的 某個程度上 甘膜濃損 和足底筋膜炎 是有一個 比較大的區別 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 就會紅熱腫痛 但是筋膜炎呢 這個筋膜炎呢 這個筋膜炎呢 往往呢 就沒有 紅 張 熱 沒有這些情況 只是感覺到 那個筋筋 或者那個筋膜位那裏呢 有痛的感覺 是勞損 而那些痛呢 就不是嚴正那隻痛 很可能呢 就是 好像 踩在一個 鵪宗石上面 那種痛的感覺 那 一般 那些人呢 感覺到腳痛呢 就會縱橫膚 或者嚴膚 那 如果初時發作的時候 當然 如果感覺到 紅腫障呢 就可以用冰敷 冰敷的效果就是可以 有些 燒腫 還有呢 就是 有些 震痛 燒熱的作動 那 冰敷我們建議呢 最好就不要說 直接在 冰箱裏面 拿些冰法 因為 如果 溫度過凍的時候 是會相及你的神經線的 如果長期是這樣呢 是會令到你的腳的環處 感覺到一些酸弦的感覺 那我最好用在藥房 放一些冰袋 好像這些那樣 那 在一個傷患處那裏 敷著它 那 那 十分鐘 那已經足夠了 一天做三至四次 直到它 散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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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一個醬 沒有熱了 那樣 還有它燒鹽 你感覺到那個鹽症呢 是慢慢降低了情況了 那你就可以縱橫這個暖膚 一般呢 就說 急救常識就是 做四十八至七十六小時 冰敷就可以處理到這個傷處 那就是做一個康復期 如果你的病徵不是嚴重呢 縱橫熱敷 熱敷可以找暖水 就不要熱水 不要找燃的水 暖敷 暖敷最好呢 就是用一些大些的筒 最好呢 就是能夠 雙腳把頭來 放滿一點水 站在這裡 是過了膝頭 那對於你整條小腿 和相關的穴位呢 都是可以加出到 它的血蟲環 和它的微蟲環 是幫助你呼吸的 那如果還行冰敷和涅敷 都是處理不好 那過了一段時間 或者幾個禮拜 大家比較焦慮 就會看醫生 醫生通常 又會開些消穴藥給你 那消穴藥 死得多 有機會 會影響我們的肛神 還有呢 會胃痛 有機會 那些消穴止痛藥 很多時候 就是令到你止痛 但是如果對於真的 不是筋膜勞損 是真的這個 重水 是這個觸底筋膜鹽 消不弱 還有打針呢 或者都有一定的效果 甚至乎可以 徹底醫治這個筋膜鹽 如果它不是嚴重的話 那如果譬如是 勞損 那你吃的消不弱 還有打針呢 現在都起不了再弄的了 那如果勞損呢 如果它不是 因為勞損而令起發炎呢 是 有些少發炎的情況呢 那你可能都是 弄些冰敷吧 冰敷到你感覺到嚴症 是 消退了 那你可能做了些少亂敷 那嚴症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很抽象 大家感覺不到痛怎樣分發 但是大家應該嘗試過牙痛 牙膿發炎 或者肌肉受傷發炎 那個嚴症 那個痛是怎樣的感覺 OK 那當冰敷暖敷都沒有 顯著的效果呢 那大家 可能會去做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才會安排做一些 超聲波 或者衝擊波 原理上面都是 令到你的環處 用這些能量打入環處的位置 希望可以令到那個傷環處 裡面的組織細胞呢 可以促進它的新陳代謝 那從而呢 就是起到一個 康復的作用 然後很多時候通過很多網站 或者物理治療師都會講解 怎樣去拉筋 那一般他們都會建議 你靠著一幅牆 這裡有一幅牆 然後左右腳 一隻前一隻後 後腳 腳掌 不離地 然後輕微曲實 這樣去拉這個小腿筋 和這個腳板底筋 因為你的傷環處 如果感覺到緊了 因為消炎不燃 縮起了條筋 你這樣拉回去 是一滴的療法 也會介紹你用這些毛巾 放在這個前掌那裏 用少少力這樣拉 但大家要注意 如果做這兩組動作 我們要清楚 要用多少力 很多醫護人員 未必會提醒你們 這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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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拉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用力過多 或者時間過長 由於這個傷處 還未完全康復 可能因為這樣 會拉上去 變本加厲 也有一些人呢 希望建議在這個 樓梯級 樓梯級 樓梯級那裏 打試這個壓力 樓梯級那裏 建議 站在樓梯級那裏 這樣就放鬆它 這樣就 聚著腳 在這個腳掌這個位置 重量幫它拉直 是不建議的 這個方法 我是不建議的 因為我已經試弄過 這樣拉下去 可能由於你的重量 身重 有140磅以上 等於時間長了 這個瘦這個位置 比較多了 就會近之然拉傷了它 拉傷了腳跟 就近之然難 令它康復 但我們的康復程度 去到某一段時間 你覺得這個腳踩位 不是太痛 輕微痛 或者你 平時偶爾這樣按摩 你覺得是少少 插著鵪沖石 輕微的痛 你都可以 找這個 很多物理治療都建議 可以這樣在這裏 按摩 按摩 那個瘦位 兩隻腳這樣做 但也不能太長時間 和弄力太多 鼻便 弄力過度 也要壓傷了那個環處 但如果你本身都很痛 嚴症還未散 你這樣壓 是會令嚴症更之嚴重 所以 我就建議你 不如做這個動作 就比較穩妥一點 很多物理治療都有教 用腳趾這樣掀著 掀著 收起毛巾這樣掀著 但如果你沒有毛巾 你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做的 有些中醫教我們 怎樣包剪凸 這個就是凸 用腳趾做的 這個包 然後這個就是剪 包 剪 鎚 好 這個包剪鎚 也是 可以舒緩到我們 這個腳 這個筋底裡 六條筋 就比較安全一些 因為你這樣拉那個筋 或者這樣扯 我試過這樣扯 扯腳掌它 弄力多了,反而會令觸弓位受傷 還有另外這件事,保溫瓶都可以這樣弄 如果觸弓不是太痛,輕微受傷 可以平時當保健 這樣弄它,就會鬆弛到筋膜 將筋膜強壯一些,但如果你嚴重受傷就不要這樣試 很多時候,我們的力度和做的時間應該適量 當你選不到,何為適量 我希望你們注意,寧願少量比過量 因為過量就會有反效果,令傷勢更加嚴重 還有一提,因為我們做這些物理治療 往往會令膝蓋都會痛 譬如柳醫人,習慣做一個心中的 希望強化大腿肌肉等等 或是這樣放下,強化筋膜 很多時候,不小心過量就會拉損了它 甚至乎流水是好的,但熱身不足 也會弄傷膝或足弓 如果膝蓋都會有傷害,我們可以買這些衣服 在家裡 這座樓,正在吸收它 這樣 有時間 會了 可以早晚做十下八下 感覺到這裡沒什麼痛 你才可以加長一點時間 這對你的實痛是有幫助的 但說回這些關節痛 觸帶筋膜前 這個筋膜炎 避免因為 這個物理治療 拉筋的時候 做了過量 受傷 最安全的方法 我相信就是 按摩脫位 例如膝蓋痛可以按摩脫位 對著膝蓋 上下這些脫位 對於這個筋膜炎 說回我們今天的主題 筋膜炎 最重要是按摩三寶 好,這三個筋膜炎 第一,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 湧泉 就是在這個腳掌 第二和第三隻腳趾 對落 在這個腳掌 第三分之一節 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這個湧泉位 就是主管我們的神經 用小力壓 放鬆 壓 放鬆 這裏都是可以 堅固我們的筋骨 這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就是這個三寶膠 就是這個腳眼 對上 四隻手指 這個位置 三寶膠 三寶膠就是掌管我們的 神經 慰經 神經 神經、皮經 和肝經 和肝經 也是 補中憶器 可以 在這裏按摩 書金活樂 第三 就是這個 捉三寶 就是我們膝頭 把三隻手指 這裏有骨 按著 把三寶膠的手指向下 這個位置 捉三寶 這個就是 百達 掌管的經絡 是全身的經絡 是頭部 頸部 心部 肺部 以至 胃部 腸部 和我們下肢都掌管到 是通到很多經絡 感冒初時發作 也可以按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穴位按摩 就比較上 最安全 不會因為 過量 拉筋 而受傷 和持之以行 就是一定的成效 至於實際一點的做法 我們便會 建議 足底筋膜炎的病患者 買一些適當的下展 和波霞 例如下展 類似這隻 好不好呢 我弄過 就不適合我了 因為 這個足弓位 原理上 你足底筋膜炎 如果下塌 托高 原理上是好 但由於這個膠 我覺得硬 硬 硬身的頭 可能這個膠 這個弧度 這個高度 軟高於你自己本身的足弓 一般 觸底筋膜炎 病患者都有扁平足 或者寬扁平足 如果下展的足弓位過高 會壓傷到它的環處 令到傷勢更加嚴重 第二隻 這些 枝膠 原理 這個位置 是稀少 幫你按摩 這個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 湧傳穴 原理上是好 但如果你長期走 每一步你都壓住這個位置 有些人會感覺到不太舒服 我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我也不會弄 如果是 這裡沒有這塊 塗了這塊膠 是用這些 熟的直膠 我覺得都很舒服 結果我後期買了這隻 這個足弓位 扭小足弓位 扭小高度 但這個是軟身的 就不會壓傷我們的足弓 還有這個位置 亦有一個承托作弓 在這個 湧傳 對落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足弓位 是稍微高一點 但是軟的 所以不會壓傷我們的足弓 那是有些避震的作弓 還有這個看到的下展 這個底部 都有一定的高度 作這個承托 還有你的避震 那我一步合 一些不同的波霞 很多足弓的鹽 病者 他們就是 好像我這樣 沒有留意到那個波霞 弄得時間長了 這大家可以看到 拍到就是 虧了一邊 虧了一邊 變了我們 那個足弓的壓力 傾側了這個落側這個位置 長期受力之下 就會 勞損發炎 或者他選擇 穿另外 這些波霞 比較薄身一些 薄底一些 避震作弓液 不太好 所以 如果你是有這個腳痛 腳肘痛的情況 我們可以 考慮 買一些 這些 全氣剪霞 或者 這類型的 半氣剪 後肘 半氣剪 某個程度上 這個後肘 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 搬充的作動 因為 當我們走路的時候 這裡可以 發揮一個 比較強的 避震作動 吸震的 那麼 當我們 頭兩星期穿的時候 可能不太鬆 雙腳對下 還未認清我們的腳型 都會感覺到 不舒服 有少少不適 我覺得對肩膀也比較硬 但穿了兩三星期 它認定了我們的腳型 我們會覺得 比較舒服一些 還有有一個 避震吸震的作動 我們走路可以 希望走路的時候 不會感覺到 動作 那麼強烈 或者去買這些 特定性的 Wave 這隻 膠質這隻 鼻震作動也不錯 那麼 當我們 大家都還有其他機會 如果你 感覺到沒有 紅熱脹 痛 痛 痛 方法主 不過是 輕微好像插著鎮鬆石 那些痛 不是發炎 那些痛 都可以考慮 我先 但也都是 不要放到太近 那個相處 太近 可能會出熱 會出傷你的皮膚 他建議 十分鐘 但我覺得是 五分鐘 或者三分鐘 都是有些幫助的了 已經不要太近 寧願時間不足 好過時間過長 或者 太近溫度過高熱 令到他 如果真的有輕微的炎症 令到他 因為熱度過量 冷治到他 更自然發炎情況嚴重 少少 隔離做少少 三分鐘至五分鐘 如果你不是有太大的炎症 是幫助了你 細胞 復修 和某程度 都有少少少少少炎的作用 好了 第五方面 講到就是說 走路 我們有一些這樣的 Food Bear 保護了我們的腳 但大家都應該 重量秘密 少走 上落斜路 上落樓梯 特別是上樓梯的時候 腳踩 不要在梯級之外 踩不到他 上幾層樓梯 可能又會拉上了 足弓 下樓梯 還是重量找前掌落 射到你 當我們感覺到 那個 康復情況是不錯 去到後期 你覺得 起碼沒有洪障熱 痛的炎症已經消除了 或者很輕微的炎症 就可以進行一些大洋運動 幫我們 復修相處 例如 游泳 擦單車 或者 打擊 但是 避免跑步 如果我們 做這些動作 都要注意 有熱身 拉筋的動作 但是 有時拉筋不足 或者天氣 比較冷 我們下水溫 比較過凍 肌肉比較緊張 都有機會 會抽筋 抽筋 我們當然要回家 重快冰敷 但是 如果不是抽筋 不幸 是拉傷機件 要開放時間 比較長 如果有紅腫熱脹 我們就用冰敷 但是 如果你用冰敷 少許軟敷 都不行 然後 你去看跌打 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 我覺得 不會早期去看 如果你剛剛受傷 有紅腫 你去跌打 有機會 根據他們中醫 跌打師傅 都是要幫你 或者搓鬆條筋 或者有些熱膚 各樣東西 或者某個程度 在另一個原則上 就會令到 傷在流氏 未消腫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 那個 腫脹情況 更之嚴重 所以我經常都建議 如果看跌打 都是處理傷患 頭幾率 找冰敷 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效益 起碼燒了腫 沒有紅 散熱才去看跌打 就比較安心 最後一點 就是 大家都應該可以 考慮吃一些藥膳去補身 例如 巴激稻種 還有 東蟲草 鮑魚 這些 枝林補身 大家可以考慮吃的 另外 大家都可以 以形補形 可以 可以 吃一些 綠腳筋 豬腳筋 或者 燜一些 牛筋 某個程度 都有些輔助 至於 六根 吃法 通常要 比較韌 或者 八十幾元 一兩 你都可能 在藥房一早 已經幫你 設定碎片 你都要浸過夜 浸軟它 再吃 那 你 當作煲藥 都要煲兩三個小時 通常 我就 試過 用綠腳筋 配一些 杜仲 華山杞子 和 華牛膝 加十二碗水 加一些 豬腱 或者瘦肉 本糧 煲 兩三個小時 那就一定成效 這些 充藥 還有可以吃一些 奶粉 有些奶粉 對我們 分落成長 都不錯 有些說明 他就說 補充 煲蓋 補充胺 軟骨素 還有一些 蛋白 膠原 蛋白 這些 跟我們健康的骨落 就有一定的 輔助 六個筋 如果 太麻煩 煲藥 都可以考慮買 商品 有些 藥圓 膠囊 早上 可以兇肚 三顆 膠囊 自己 初時當然是 試一顆 看看有沒有 爬漆 如果沒有爬漆 可以根據他的指示 試兩顆三顆 這樣吃 我覺得 都有一個輔助 這些就是 鐵打酒 有需要那時擦 但我覺得 效果 如果 對於長期患有 腳踏痛 足底甘胸炎 效果 當時都是一般 那 鐵打酒 也不要過量 過量 我覺得 有時 效果反而 不太理想 以上 就是我 過往 九個月 幻想了 這個 足底甘胸炎 其實 最後我覺得 都是這個 甘胸老鼠 感覺到 長期腳踏 有些痛楚 我不停上網 找很多資料 和很多 朋友 或者給我意見 大家交談之下 搜集相關的資料 做一個 好客觀 全面 的分析 所作出來 覺得 以上提到的六點 是可以 幫我們 感覺到 腳踏痛 一些病者 是 直接幫到 一個療效 我希望 大家如果看到 這段片 你可以 嘗試我的建議 特別是 按摩的位 比較上一個最安全 零消費 但是要 持之以恆的做法 希望這方面 可以幫到你們 將療程 由一年 減到半年 或者甚至乎 三個月 四個月 希望可以縮減你們的療程 三分二 或者二分一的時間 好 祝各位身體健康 各位 希望 剛才大家看到的短片 這些參考資料 可以幫助到大家 重化康復 醫治好你們的 足底筋膜炎 和筋膜奴選 這個症狀 另一方面 我誰想 提醒大家 要注意 早睡 早起 精神好之外 希望大家 能夠注意 要想吃 重量避免吃一些 凍酸辣的食物和飲料 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好我們的筋骨 另一方面 在這裡 我想推薦六段感 兩組動作 其實都適合 還留足底筋膜炎的朋友 是留一定的輔助 第一招 雙手 托天 李三招 和第六式 雙手 攀足 護神腰 和大家有時間 當你搭地鐵 或者睡覺 還未睡得著 做一些福式呼吸 動腹部來 呼和吸 醬 噴氣 醬 忍一忍到氣 噴氣 還有幫助它 避免下涉了所有的肥料 另一方面 提提大家 我們有 除非燈膜炎 增痛的朋友 避免少走路 走動 還有 要保持好一點的體重 要在這方面 控制體重 如果 如果 有可能 可以買這些行李箱 扭軸的行李箱 都有輔助性 就可以減輕我們的重量 減輕了我們足道所受的 承受的重量 在這方面 大家可以多些思考 多方面固合 希望可以重促 醫治好大家的病情 多謝